看到我们来了之后 他们活都不干了 过来和我们聊天 Chinese Pakistan Friends Chinese Pakistan Friends Yes 大家好 我是阿阳 我朋友要把他小舅子 就是送到那个坐车的地方 拜拜 他小舅子要回去 等过两天 我和我朋友直接再去 因为那个女孩子 她身份证正在办理 还没有办理出来 等她办理出来之后 我再和我朋友 我们两个一起去 我们两个到时候 直接过去就行了 因为现在如果 我们跟他们一起 跟他小舅子一起去的话 和我朋友小舅子 就是在那边住着 我感觉挺不方便的 在他们家住着 其实上一次在他们家住 我感觉都挺尴尬的 因为住在别人家里 总感觉着不方便 他现在正在和他老婆通电话 小李和他们一起去申请的 小李都已经拿出来一年了 他现在就是在他丈母娘那边 继续办理嘛 有那个单子 有那个单子到时候 在那边直接办理就行了 不用重新交费了 因为之前他交过费了 有收费证明 因为之前那个收费证明 就是四万多五万 现在是十一万 慢的快的是十二万 长了很多 现在所以就不用交了 小麦种的 小麦种的有点稀了 但是他们住这里面怎么 去灌溉这个小麦呢 浇水的时候 也不知道怎么搞 这坑里面也没有水井 什么东西 这边不敲水 不可能 这水都是人家 就是用了洗手间 或者是洗澡 泡桃里面流出来了脏水 对脏水 你看那有沫 那就是分明 就是那个洗发水 洗衣粉那之类的 搞的嘛 这边也是中的小麦 看一下 有点干旱了 这都两个小伙子 挺好的 看到我们在这玩 他们两个过来 就跟我们说 要带我们参观一下 这里有狼 野猪 野鸡 然后他又跟我们说 要带我们去前面看一下 问他看什么 他就跟我们摆手 让我们往前来 这是田地 看 那种的什么呀 我们过去看一下 那边有人在放羊 这老大爷 这边种的什么东西呀 哈喽 菜 胡丁呢 胡丁呢 他们很热情啊 看到我们 跟我们打招呼呢 爆荷叶呀 对 爆荷 看一下 他们种好多这个爆荷叶呀 哇 这个味道好重啊 挺好的 这个他们这边 吃爆荷叶 这个爆荷叶吃了 这个爆荷叶怎么一股咸味呢 我尝尝 你不要吃 起都没行 你怎么吃啊 他们怎么来的水 都不知道 哎呀 你不要 有点像像三叶尿的一个咸味 他就是用那个水浇的呀 灌溉的呀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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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这个 yes 他们这个灌溉这个土地就是那个臭水沟里面的水 灌溉的这个薄荷叶 他们种了很多薄荷 以前捡过了 捡过了 现在又长出来了 那边 这边呢 刚捡的还没有长出来 还没有长出来 过来和我们聊天 和朋友现在在聊天 Chinese Pakistan Friends Chinese Pakistan Friends yes 对 这小家伙带着我们 不知道看啥呢 跟我们说 有东西 这里面有东西 都是不知道有啥东西 好像狼 听到口 听到口音好像是像有狼 这里 不知道有没有 小孩伸手蜜蜜啊 像咱们两个都跟他们比都没法比啊 给 哎呀 那什么洞啊这是 小孩伸手蜜蜜啊 哦 这边有洞 不是野猪洞就是狼的洞 好深啊这个洞 内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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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们看一下 不知道是狼还是野猪啊 有的野猪爬不上去 多高啊 有可能是狼啊 对不对 它刚才一直指着这边说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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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就狼嘛 嗯 什么动物在那呜呜呜的叫啊 不行不能让它进太危险 那万一里面有蓝岸有野猪什么东西就麻烦了 这家伙在给我展现 我们这两个小导游挺好的 厉害呀 可以 我们回来了回来了刚才 在这个院子里面那个丑菊 我们摘了一个刚刚我一用力拌到一半挤烂了 嗯 这菊子很甜的 你长一下 真的好吃 甜的很 特别甜 嗯好吃 这个橘子 好像这个橘子比其他买的橘子要甜很多呀 我尝尝 这个橘子有一股香香的味道特别特别甜 太发了不就觉得 我以为很甜 我不吃了 我不吃了 吃吧 喝了比柠檬说的 比柠檬还酸 小孩子又开始在那边玩了 一群小孩子 好了 今天视频就录制到这里 我是阿阳